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股市直击 我是淳子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来自药材证券的A股分析师潘灵俏 潘小姐 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A股走势 潘小姐你好 淳子你好 那首先来跟大家跟进一下截至到目前为止A股的具体表现 那么截至目前上证宗旨是涨不到1点 那么是报在2836点 那么深圳城旨涨23点 是报在9820点 沪深300旨是跌1点 是报在3088点 那么创业版主是涨9点 是报在2042点 那么潘小姐今天我们首先是来关注一下军队建设发展的13-5计划 那么在日前也是中央军委就颁发了军队建设发展13-5的规划纲要 那么这个规划纲要是根据党和国家的一些战略部署 那么围绕着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这样一些强军目标 那么贯彻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方针 那么对13-5时期的一些军队建设发展是做出了一些总体的部署 那么也是军队筹划组织各项建设和工作的这样一个基本依据 那么这个纲要当中就提出那么到2020年的时候呢 军队要如期的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这样一些三步走啊 那么潘小姐就要问一下你了 这个纲要当中所提到的这个三步走是哪三步 你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那么在这个规划纲要当中提到的这个到2020年呢 要如期实现规划纲要当中的这个三步走发展战略当中的这个第二步 那么第二步的一个目标呢 就是呢要实现这个基本的实现机械化 以及呢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呢取得一个重大的进展 另外呢在这个规划纲要当中呢 也是有提到呢要构建以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这个中国特色 现代化军事力量体系 军事的一个制度方面呢要更加的成熟 此外呢在这个未来五年当中呢 军队主要的这个领域的发展指标呢 都要取得一个重大的突破 关键的作战能力方面呢要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 那么其实呢从这一段的一个目标上面呢 主要呢就是可以提取出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 一个呢就是军队的一个机械化方面呢要基本的实现 另外一个呢就是信息化方面呢要取得一个重大的进展 那么在机械化方面呢 主要呢就是指一些武器装备方面的一个研发制造 包括呢像是这种坦克啊飞机啊以及呢军舰啊方面等等 那么在装备方面呢主要呢就是要淘汰一些比较老旧的一个装备 然后呢发展了一些新型的武器装备 那么这方面呢就需要呢比较大量的一个研发的投入 当然呢这方面呢也会有一些财政的一个支持 那么同时呢新的一个武器装备 研发出来之后呢也会带动一些订单方面呢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那么这方面呢从今天的一个军工板块的一个行情上面看的话呢 像是呢一些飞机制造啊以及船舶制造啊这些板块的表现呢 在今天呢受到这些消息的提振呢都是比较的一个强势一些的 那么如果说呢在这个机械化方面呢更加注重的是一些硬件方面的一个制造的话呢 那么在信息化方面呢就是更加注重一些软件方面的一个发展 包括呢像是计算机啊网络啊通信啊航空航天啊等等这些技术的发展 同时呢在信息安全这一块上面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发展潜力 那么比如说在军队当中的一些系统啊或者说是软件啊 这些方面呢都会更加的注重一个国产化的过程 那么这方面呢会给到像是一些航天航空啊 比如北斗啊和这个卫星通信领域啊以及呢一些互联网产业过程当中的一些公司呢 都会带来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遇 那么同时呢在军工板块当中呢 那么在这个军民融合方面呢也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主题 那么这方面呢在军民融合呢主要就是指呢 像是一些国防和军事领域当中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呢 要把它转化为一些民用的技术 那么这可以呢盘活这个军事领域的一些资产 那么提升呢技术的一个效益和效率 那么这方面如果是加快实施的话呢 对于呢一些有比较多的这种技术资源的一个军工企业呢 应该说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振存在的 那么总的来说呢今天受到这方面消息的一个提振呢 军工板块呢涨幅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呢那么军工板块的一个业绩方面呢 都是比较的一个确定一些 所以说呢如果市场呢再炒作一些 比较防御类的一个板块的话呢 那么对于军工板块来说呢 也都会存在的这个机会的 但是那么市场还是比较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都并不建议呢是追高 不妨呢等到回落之后呢 那么分低的一个布局会比较好 那么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钢铁板块了 那么也是受到这个现货和期货市场的这样一个人为炒作的影响呢 那么4月份以来的这个钢材价格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上涨 那么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呢 在昨天啊就给市场是吃了一个定心丸了 他就表示呢说由于市场供求关系其实是并没有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 那么钢铁产能过剩的情况呢是依然存在的 那么钢铁价格呢将不会持续的这样一个快速上涨 那么他同时还强调说现货和期货市场的这样一个人为炒作呢 是目前造成这个钢材价格过快上涨的这个重要原因之一啊 那么潘小姐她说的这样一句话是不是就表示说 之后这个钢材价格的这样一个水平呢会回稳 可能甚至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下跌呢 那么其实呢从这个去年以来呢 钢材价格呢就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 尤其是去年底以来啊 那么在这个今年今年出到这个2月份的时候呢 国内的钢材价格综合指数呢是从56.37点呢上升到这个60.42点 那么回升了有4.05个点 但是呢在3月份的时候呢经济呢就是出现了一些回稳的状况 那么带动的需求方面呢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好转 所以呢那么3月初到4月底的时候呢 这个国内的钢材价格综合指数呢是从这个60.42点呢 大幅的上升到84.66点回升了有24.24个点 那么当中的一个涨幅呢也是有达到四成 那么随着这些钢材价格上涨之后呢 钢厂的这些利润呢也都是出现一个好转的状况 所以呢那么之前呢停产的一些钢厂呢 也都是重新呢又开始一个复产 带动了产量方面呢又出现一个增长 那么这方面呢发改委呢也是表示呢复产的这些产能呢都是一个合规的产能 那么不符合呢不属于呢这个淘汰的产能的一个范围 所以说呢这些产能的一个复产呢 那么对于在这个钢铁行业当中的这种供底侧改革方面呢 影响呢都不会特别的大 那么但是呢那么在这些一些的钢厂又重新复产之后呢 钢铁的一个产能呢又是有出现一个增加的状况 那么对于库存这方面的一个压力呢又是重新的一个显现出来 所以呢那么五月份以来呢 钢厂的一个价格上面呢又是从这个指数上面看的话呢 是从四月底呢以来呢 有在这个第一周的时候呢是有一个下降的 有下降了2.09个点 那么价格上涨的势头呢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比较难以延续的状况 那么如果说呢对于整个的一个行业来说 那么刚才这个价格是有一个能够不能够再延续一个升势的话呢 那么对于板块短期的一个行情来说呢都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影响的 但是那么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上面看的话呢 钢铁板块的状况呢比起之前呢又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好转的 那么尤其是前段时间这个钢价出现了一个回升的之后呢 企业的这些盈利能力呢都是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好转的迹象 虽然说呢在一季度的时候呢 纳入到这个钢铁的统计的一些大中型的钢铁企业的利润呢 总的呢还是亏损有这个87.48亿的 但是呢从按月的一些数据上面看的话呢 亏损企业的数量和这个亏损的额度方面呢 都是一个环比减小的状况 那么同时呢在三月份的时候呢 这些大中型的钢企呢是实现了盈利有27.45亿 那么是在连续15个月亏损之后呢 那么重新呢是回到了一个盈利的状况 所以那么钢铁行业的一个业绩方面呢 应该说是在不断的一个改善的 那么对于这方面上面看呢 如果说呢刚才的一个价格能够在目前的一个水平上面 有所一个稳定的话呢 那么对于呢后市的一个表现上面呢 尤其是二月份的一个行业的一个业绩上面呢 都是能够呢有望呢是扭亏为盈的状况 那么这方面呢都会有利于呢板块的一个发展 那么对于这个板块来说呢 那么暂时呢都可以呢先观望 那么等到呢一些半年报行情出来之后呢 再考虑买入这些相关的一个股份 好的感谢潘小姐跟我们做出的详尽分析了 希望潘小姐的分析呢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潘小姐之前我们所涉及到板块的相关资产 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 好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